杨云青要真兆人把九天玄女真经传授给他 真兆人内心一直对他有愧 也没多想 一次性将全部传授给了他 练成后没想到他居然想抢主角光环 瞒着众人偷偷一人来找严世帆 想逼他使出乾坤合击 哪知道严世帆连终极魔攻都不屑用 就直接将他打成重伤 幸好真兆人及时赶到 将他救回茅屋 但是严世帆已经紧随其后杀来 这将会是一场终极之战 说完严世帆直接凌空飞起 使出终极大招 顿时狂风骤起地动山摇 真兆人也立马使出九天玄女真经 浑身火焰缠绕 顺时发弓手持大刀直弓严世帆 可严世帆的终极魔攻 有绿色光圈保护 真兆人被震了回来 倒在地上口吐鲜血 这终极魔攻的威力果然不小 只见众人也被震得口吐鲜血 则严世帆得意地在绿色光圈内大笑 这时真兆人撑起身体站了起来 朝着天上来了一句 说完一道闪电直击真兆人 以为马上要变成交谈 哪知只见他整个人被蓝光围绕 缓缓站起身来 感觉整人充满了力量 这时莫大说道 听完真兆人再次运起九天玄女真经 这次则多了一个主角光环保护 双掌合并以掌带刀攻向严世帆 严世帆的终极魔攻被迫 功力尽失在无反击之力 而今后也将成废人一个 真兆人 我不是败在你的手上 我是输给老天爷 我不甘心 我不甘心 严世帆抱怨完 海瑞也奉命将其带回去关进大牢 最后严嵩被抄家 皇帝让他乞讨做乞丐 而严世帆被判斩立决 虽然已经扳倒严嵩父子 但真兆人对杨云青的愧疚依然未消 他主动向海瑞承认了一切 表示杨家都是他所杀 但是大家与他朝夕相处了这么久 都知道他是被严世帆的孤独所控制 也是身不由己 都愿意原谅他之前的所作所为 可真兆人内心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于是他提出与杨云青决斗 来了结这一切 次日两人应约来到城门口 这是他们的生死对决 但是今日决斗之后就互不相欠 这一次无论是生是死 今日的一战对真兆人来说都会是新生 两人都学了九天玄女真经 为了尊重对手 各自都毫无保留使出全力对战 天上地下都飞了个遍 实力都旗鼓相当 两人从大街上打到一处后院内 真兆人凌空飞起 杨云青趁机将一堆竹子打了过去 真兆人霸气一刀爆破声轰鸣 这堆竹子也被炸得四分五裂 眼看杨云青凌危 真兆人急忙飞升而上 拼死救了他一命 说完杨云青转身离去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后 真兆人和娇娇一身白衣走在一处墓地 居然看到奉旨乞讨的严嵩 此时的他已经落魄得不成人样 真兆人随手掏出一定银子试射给他 严嵩还以为是吃的 急忙拿起就啃 结果被银子活活噎死在坟墓旁 至此他也成为了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被动饿死的宰相 这个江湖故事到此也就结束了 喜欢小编解说的可以点个关注 我们下个江湖再会